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ift UI 今天是第25期 不过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拆分视图 是 今天我要给您讲解一下 如何拆分视图 其实是这样啊 今天的并不是什么新技术 今天咱们采用的还是Navigation View 只不过Navigation View呢 它在iPhone和iPad上面呈现的内容不一样 今天咱们就看一看它们的一同 好不好 OK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拆分视图Speed View 我要我呢 要把这个Navigation View呢 分别在iPhone和iPad上面给您做一个演示 一会儿呢 您会您会看到它们的区别哦 好 咱们先少讯 马上看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哦 实战演习的部分呢 代码比较长 但是并不复杂 咱们先往下看 大家看 这个View呢 是咱们程序的入口View 对吧 OK 在入口View里面 我呢 仅仅声明了 这是一个导航View 对吧 在导航View里面 咱们大家再往下看 我呢 在导航View里面 给了两个子View 或者说给了两个子空间 都可以 对吧 一个呢 是一个Menu 是图 对吧 这个是一个 这个您把它理解为Menu 理解为普通的一个窗体 一个View都可以啊 只不过我把它叫做MenuView 为什么因为我里面会有一个简单的Menu效果 然后呢 我还给了一个文本框 这是什么意思 这行代码 在iPhone中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在iPad中 它会作为一个启动时的默认View 显示给用户 一会儿呢 咱们会看到区别 OK 那咱们先看一下这个MenuView 这个View里面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导航View 大家请看 这一上来 这个MenuView对吧 对吧 MenuView OK 一上来是个VStack 没说的 然后这里面呢 仅仅是一些个Navigation的Link 它Link到哪去 它分别Link到不同的仕途里面去 好 这个View呢 就干这么一件事 把这个View内容打开之后呢 显示几个链接 当用户点击链接之后呢 就会跳到每个链接相应的目标View中去 我这呢 给您定义了View1 View2 View3 分别分配一个Tag 对吧 再指定一个选择 说明咱们当前正指定哪个View啊 对吧 只有一个模板级的选择的变量 对吧 OK 然后咱们这个View1 View2 View3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咱们往下看 代码呢 几乎都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背景色和显示的文字呢 略有区别 以显示说 咱们呢 确实定位 确实进入到了那个View 好不好 OK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代码的具体的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 咱们一上来呢 会在一个NavigationView 导航View的框架下 咱们绑定了两个子View 一个子View呢 是显示一个菜单 这个菜单 当点击菜单中的一些Link的时候呢 会跳到它的子View 同时呢 再点击右上角 左上角 就会返回到复View 对吧 这个是MenuView的功能 下面这个Text呢 这是一个iPad默认启动时显示的View 当咱们跳转之后呢 这个View呢 就不再显示 这个是要给您展示的例子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哦 好 那咱们开一个APP 咱们就叫做MyApp 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存到我的桌面 然后我再说一下 因为我是给您做课件讲解演示 所以说呢 我把今天这么多个View 这么多的代码 都拷贝到一个文件当中 您在实际开发中 这每一个View 都需要单独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 针对每一个View 还要建它的ViewModel 对吧 OK 这个以前给您讲 这个MVVM模型是说过 好 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拷贝哦 Command C拷贝过来 替换掉当前的默认代码 然后按一下保存 Command B编译 应该是不报错 首先 这段代码 我先要在iPhone中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看看它的一同 看看它展示的效果 同样代码 咱们一个跑在iPhone上 一个是跑在iPad上 试一试 我一般编这个APP的 这个iOSAPP的时候 都一般选用这个8家 这是根据个人喜好 您可能愿意用这个12 那你用12也是没有问题的 用12的话 它会有个流行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流行 如果出流行的话 你还得要计算这个整个屏幕的高 还要做一定相应的优化 好 咱们看 iPhone启动之后呢 显示系统菜单 就是这个MenuView 对吧 咱们再看一下 往下走 咱们主视图是一个 我把这项子关上 主视图是一个NavigationView 对吧 它有两个View 一个是MenuView 一个是Test TestView呢 在iPhone中 被这个MenuView呢 给覆盖了 所以说咱看不到 那么咱们看到的是MenuView的内容 MenuView中 其实就是一个VStack 没问题吧 然后呢 里面呢 有三个Link链接 对吧 分别链接了三个ZView OK 那么咱们在iPhone中 我点击一个链接的时候 咱们大家注意看 它就是标准的 Navigation导航的机制 对吧 没有问题 进入到第一个View 然后点击左上角返回 好 咱们再点击另外一个View 再返回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对不对 这是 这个以前我给您做导航 是都讲过 它就是普通的这个页面导航 页面跳转嘛 对吧 然后呢 传递一些参数 对不对 OK 同样的代码 咱们在iPad上 再跑一下 看效果 好 我把这当前APP停掉 然后咱们再换一个iPad 一般我都选用 其实我个人用的是这个Pro 但是一般咱们也调试时 先用Air调试 因为Air的用户也是非常的多 好 咱们先少去 空梦子加二键运行起来 第一次运行 可能需要启动加装载 然后咱们现在再写APP 应该都是基于iOS14了 好 大家请看 启动起来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的默认试图 对应的什么地方 对应的就是 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在iPad中 被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系统菜单 就是对应这个MenuView 对吧 OK 当我点击这个系统菜单的时候 大家看 MenuView弹出来了 对吧 当我肌肉里面 它就消失了 对吧 它就相当是一个边条 对吧 相当是个 这个左边栏 对吧 相当是个Menu 对吧 然后当我点击 其中任何一个链接的时候 会跳运到 相应的路上去 对吧 没问题吧 效果出来了 对吧 然后还不算完 咱们把iPad 还要再横过来 再看一下效果 您说好不好 马上实验一下 按住这个Command 加左键 就能横过来 对吧 大家请看 横过来 就是这个效果 它其实右边 左边就是一个系统菜单 右边呢 显示相应的内容 没问题吧 您在做一些应用时候 把这个iPad UI这么设计 其实您要是做iPad应用的时候 这个UView 您都不用去设计 为什么 因为内置的 NinvGasioView 就给咱做了实现 对吧 这是消失 左边条再加上 大家请看 这种功能 咱们都不用自己再编写了 对吧 内部的导航机制 就已经实现 然后呢 我把这个iPad 咱们就横着 我把这个停掉 然后咱们再重新运行 为什么 因为让您看一下 这个启动默认的View 看看这个地方 对吧 看看这行 OK 先少许 启动起来了吧 启动起来之后 因为它 咱没有选择任何一个View 所以说呢 它给咱们用默认视图 这个View 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把这个字体给它改大一点 重新再运行 大了吧 这地方您可以加图片 加动画 什么都可以 这是启动式的默认的View 这个呢 仅仅是iPad上面的 可以显示 没有问题吧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拆分视图 因为iPhone比较小 所以说iPhone是没法拆分的 对吧 只能在iPad上面进行拆分 而且这个效果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知识点呢 您一定要知道 如果您的公司呢 可能想做这种 有菜单式的需求的话 您说 不用在这个原始的 去边左边调 这个右边视图 您直接用导航右的技术 就足够了 您说不是吗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件 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